哈利波特与死亡盛气 第八章 婚礼 隔天下午三点 哈利、荣恩、弗瑞德和乔治站在果园里的巨大白色帐篷外 等待婚礼宾客的到来 哈利服用了大剂量的富方汤妓 现在适当的村庄奥特里圣卡奇波尔的一个红发麻瓜男孩的替身 弗雷德用罩换咒偷了他的头发 该计划是将哈利介少尉巴尼表弟 并信任魏斯里的众多亲戚来伪装他 他们四个人都拿住座位图 这样他们就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正确的座位 一群身穿白袍的侍者在一小时前就到了 还有一群穿着金色夹克的乐队 所有这些巫师现在都坐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 哈利可以看到从那个地方冒出蓝色的烟豆烟雾 在哈利身后 大帐篷的入口处露出一排又一排一碎的金色椅子 两边是长长的紫色地毯 支撑杆上缠绕住白色和金色的花朵 弗雷德和乔治在比尔和芙蓉及江城为夫妻的地方固定了一大堆金色气球 外面 蝴蝶和蜜蜂懒洋洋的在草地和树梨上盘旋 哈利感到相当不舒服 他所影响的那个麻瓜男孩比他稍胖一些 他的长袍在夏日的强光下感觉又热又紧 等我结婚了 弗雷德拉住自己长袍的灵子说道 我就不会再费心这些废话了 你们都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会给妈妈施加全身束缚皱 直到一切结束 考虑一下 他今天早上还不错 乔治说 因为波西不在这里而哭了一会儿 但谁想要他呢 哦 天哪 做好准备 他们来了 看 院子远处 一道道色彩鲜艳的身影 凭空出现 几分钟之内 一支游行队伍就形成了 队伍开始蜿蜒穿过花园 朝着大帐篷走去 异国情调的花朵和迷人的小鸟在女巫的帽子上飞舞 而珍贵的宝石在许多巫师的领带上闪闪发光 荡人群接近帐篷时 兴奋的交谈声越来越大 淹没了蜜蜂的声音 太好了 我想我看到了几个魅瓦表兄弟 乔治伸长脖子想看得更清楚 他们需要帮助了解我们的英国习俗 我会照顾他们 别那么快 陛下 弗雷德一边说 一边冲过领头的中年女巫 对两个漂亮的法国女孩说道 这里 Permittes Moi 来协助您他们咯咯的笑起来 乔治被留下来对付那些中年女巫 荣恩则负责照顾为斯里先生 在魔法部的老同事帕金斯 而一对聋哑的老夫负责负责照顾哈利 卧撤 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他再次从帐篷里出来 发现唐克斯和卢平站在队列的前面 为了这个场合 他把头发变成了金发 亚瑟告诉我们你就是那个卷发的人 昨晚我很抱歉 魔法部目前非常反对狼人 我们认为我们的存在可能不会为你们带来任何好处 没关系 我明白哈利说 更多的是对卢平说话 而不是对唐克斯说话 卢平迅速对他微笑 但当他们转身离开时 哈利看到卢平的脸再次陷入痛苦的线条 他不明白 但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件事 海格造成了某重程度的破坏 由于误解了弗雷德的指示 他自己坐下了 不是坐在后排位他预留的神奇扩大和加固的座位上 而是坐在五个座位上 这些座位现在就像一大堆金色火柴棍 但为斯里先生修复损坏 海格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大声道歉时 哈利匆匆回到入口 发现荣恩和一个长乡最古怪的巫师面对面 他有助轻微的斗鸡眼 一头极尖的白色头发像棉花糖一样 戴住一顶流苏锤在鼻子前的帽子 穿住令人眼花缭乱的淡黄黄色长袍 他脖子上的金链上闪烁住一个奇怪的符号 有点像三角眼 谢诺菲刘斯洛夫古德 他向哈利伸出一只手 我和我的女儿就住在山那边 真是好心的为斯里一家邀请我们 但我想你认识我的露娜吧 他对罗恩补充道 是的 罗恩说 他没跟你在一起吗 他在那个迷人的小花园里徘徊 向猪儒们打招呼 真是一次光荣的出没 很少有巫师意识到 我们可以从聪明的小猪儒身上 学到多少东西 或者给他们正确的名字 Jernomley Gardensi 我们的孩子确实知道很多很棒的脏话 罗恩说 但我认为弗雷德和乔治教了他们这些 当露娜冲上来时 他带领一对术士进入了帐篷 你好 哈利他说 呃 我叫巴尼 哈利困惑的说 哦 你也改了吗 他明亮的问 你怎么知道 哦 只是你的表情 他说 和父亲一样 露娜也穿着亮黄色的长袍 头发上别住一朵大象日葵 一旦你克服了所有的亮度 整体效果是相当令人愉快的 至少他的耳朵里莫有挂萝卜 谢诺菲 刘斯正在和一位熟人深入交谈 错过了露娜和哈利之间的交流 与巫师告别后 他转向女儿 女儿举起手指说道 爸爸 你看 其中一个诸如居然咬了我 多么美妙诸如的唾液大友 用处洛夫古德先生说 抓住露娜伸出的手指 检查流血的刺痕 露娜 我的爱人 如果你今天感受到任何正在萌芽的天赋 也许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想要唱歌剧 或用美米甚语朗诵的冲动 不要压抑他 你可能是journalist的礼物 荣恩从相反的方向经过他们 大声哼了一声 荣恩可以笑 但哈利带领他和谢诺菲 刘斯走向座位时 卢娜平静地说 但我父亲对劫难不利魔法做了很多研究 真的吗 哈利说 他早就决定不再挑战露娜或他父亲的独特观点 不过 你确定不想在那一口上放任何东西吗 哦 没关系 露娜说 梦幻般的瞬息助手指 上下打量助哈利 你看起来很聪明 我告诉爸爸 大多数人可能会穿礼服长袍 但他认为你应该穿太阳色去参加婚礼 为了运气 你知道 当他渐渐跟在父亲身后时 荣恩又出现了 一位年长的女巫抓住了他的手臂 他的灰鼻子 红眼圈和粉红色的羽毛帽子 让他看起来像一只脾气暴躁的火烈鸟 你的头发太长了 罗纳德 有纳摩一刻我已为你是吉内弗啦 梅林的胡子 谢诺菲流斯洛夫古德穿的是什么 他看起来像尖弹卷 还有你是谁 他对哈利咆哮 哦 是的 穆里尔阿姨 这是我们的表弟巴尼 另一个魏斯里 你像诸如一样繁殖 哈利波特不在吗 我本来希望能陷到他 我以为他是你的朋友 罗纳德 还是你只是在吹牛 不 他不能来 嗯 找借口了 是吗 那么 他并不像新闻照片中看起来那么傻 我刚刚在指导新娘如何最好的佩戴我的王冠 他对哈利喊道 你知道 妖精制造的 并且在我家族中存在了几个世纪 她是个漂亮的女孩 但仍然是 法国人 好吧 好吧 给我找个好座位 罗纳德 我已经107岁了 我不应该站得太久 当哈利经过时 荣恩意味深长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有一段时间末有再出现 当他们下次再入口出现面时 哈利又带了十几个人到了他们的位置 现在帐篷里已经快满了 外面第一次末有人排队 穆里尔 简直就是噩梦 荣恩一边说 一边用袖子擦住额头 他每年都会来过圣诞节 然后 感谢上帝 他很生气 因为晚餐时 弗雷德和乔治在他的椅子下引爆了一枚粪便炸坛 爸爸总是说他会把他们写在遗嘱里 就像他们关心的那样 他们最终会比家里的任何人都富有 就他们的未来而言 哇 他补充道 当妙力朝他们快步走来时 他眨了眨眼睛 你看起来很棒 总是带住惊讶的语气 妙力微笑住说 他穿住一件飘逸的淡紫色连身裙 搭配配套的高跟鞋 他的头发光滑有光泽 你的穆丽尔姨婆不同意 我刚刚在楼上遇见他 当时他正在给芙蓉带皇冠 他说 哦 天哪 这是麻瓜出身的吗 别往心里去 他对每个人都很粗鲁 罗恩说 谈论穆里尔 乔治问道 他和弗雷德一起从帐篷里出来 是的 他刚刚告诉我 我的耳朵不平衡 老蝙蝠了 不过 我希望老比利乌斯叔叔还在我们身边 他在婚礼上笑得很开心 他不是看到了冷酷 24小时后就死了吗 妙力问 恩 是的 他到最后有点奇怪 乔治承认 但在他发疯之前 他是聚会的生命和灵魂 弗雷德说 他常常喝下一整瓶火焰威士忌 然后跑到舞池上 聊起长袍 开始从他的 是的 他听起来确实很有魅力 妙力说道 哈利则哈哈大笑 由于某重原因 从未结婚 罗恩说 你让我很惊讶 妙力说 他们都笑得很开心 莫有人注意到迟到的人 一个黑发的年轻人 有一个大而弯曲的鼻子和浓密的黑眉毛 直到他向罗恩递出邀请函 眼睛看住 妙力说 你看起来很糟糕 维克多他尖叫住 把他的小串珠包掉了下来 发出与他的大小不成比例的重击声 当他红柱脸慌张张的把他捡起来时 他说 我不知道你是 天哪 很高兴看到 你怎么样 罗恩的耳朵又变成鲜红色了 他看了一眼克鲁姆的邀请函 仿佛一个字都不相信 然后大声说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芙蓉邀请了我 克鲁姆扬起眉毛说 哈利与克鲁姆并无怨恨 他与克鲁姆握手 然后 觉得明智的做法是让克鲁姆离开罗恩附近 主动提出让他看看自己的座位 你的朋友很不高兴献到我 当他们进入现在挤满了人的大帐篷时 克鲁姆说 或者说他是亲戚 他看了一眼哈利的红色卷发 补充道 表弟 哈利低声说道 但克鲁姆并没有真正在听 他的出现引起了轰动 尤其是在魅瓦表兄弟中 毕竟 他是一位著名的魁帝奇运动员 当人们还伸长脖子想仔细看他时 荣恩 妙利 弗瑞德和乔治快步走过走道 是时候坐下来了 弗雷德告诉哈利 不然我们就会被新娘撞倒了 哈利 荣恩和妙利在弗瑞德和乔治后面的第二排座位上 妙利看起来相当粉红色 荣恩的耳朵仍然是星红色的 过了一会儿 他对哈利低声说 你有莫有看到他长了愚蠢的小胡子 哈利不知可否的咕浓了一声 温暖的帐篷里迷漫住一种紧张不安的期待感 低语声中不时爆出兴奋的笑声 魏斯里先生和夫人漫步在走道上 微笑住向亲戚挥手致意 魏斯里太太穿住一套全新的紫水晶色长袍 带住配套的帽子 过了一会儿 比尔和查理站在帐篷前面 两人都穿助理服长袍 扭扣孔里插住大朵白玫瑰 弗雷德吹起了狼哨 魏瓦表兄弟们爆发出咯咯的笑声 然后人群安静下来 音乐从金色的气球中响起 哦哦妙利说 在座位上转过身来看住入口 当德拉库尔先生和芙蓉走上过道时 聚集在一起的女巫和男巫 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叹息 芙蓉滑行住 德拉库尔先生跳跃住 笑容满面 芙蓉穿住一件非常简单的白色连身裙 似乎散发住浓郁的银色光芒 相比之下 她的光芒通常会让其他人黯然失色 但今天 她让落在她身上的每个人都变得美丽 金衣和加布里埃尔都穿住金色的裙子 看起来比平常更漂亮 当芙蓉走到她身边时 比尔看起来就像从来没有献过芬里尔格雷伯克一样 女士们 先生们 一个略带单条的声音说道 带住轻微的震惊 哈利看到了主持邓不利多葬里的那个矮个子 浓密头发的巫师 现在站在比尔和芙蓉面前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 庆祝两个忠实灵魂的结合 是的 我的头是很好地衬托了整件事 穆里尔阿姨用一种相当动人的低声说道 但我必须说 Denver的裙子剪裁太低了 金妮环顾四周 咧嘴一笑 对住哈利眨了眨眼 然后很快又面向前方 哈利的思绪从大帐篷上飘到了很远的地方 回到了和金妮在校园孤独的地方单独度过的下午 他们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们总是显得令人难以置信 就好像他从一个额头上 默有闪电状疤痕的正常人的生活中偷走了光辉的时光 威廉亚瑟 你愿意带芙蓉依莎贝尔吗 前排的魏斯里太太和德拉库尔太太都在蕾斯边小声抽气 大帐篷后面传来喇叭般的声音 告诉大家海格拿出了他自己的一块桌布大小的手帕 妙丽转身微笑住看住哈利 他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泪水 纳摩我宣布你们终身未蒙 浓密头发的巫师在比尔和芙蓉的头上高高的挥舞住魔杖 一阵银色的星星落在他们身上 围绕住他们现在纠缠在一起的身影旋转 当弗雷德和乔治引领全场掌声时 头顶上的金色气球爆炸了 天堂鸟和金色的小铃铛从气球里飞来飞去 在喧嚣中增添了歌声和钟声 女士们 先生们被称为浓密头发的巫师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站起来 他们都这魔作了 穆里尔阿姨大声抱怨 他再次挥动魔杖 当帐篷的帆布墙消失后 他们原本坐的座位优雅的升到空中 这样他们就站在由金色柱子支撑的天篷下 可以看到阳光明媚的果园和周围乡村的壮丽景色 接下来 一池融化的黄金从帐篷中央蔓延开来 形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舞池 悬浮的椅子聚集在白色的小桌子周围 所有桌子都优雅的飘回周围的地面 身穿金色夹克的乐队列队走向讲台 顺利 罗恩赞许地说 逝者们从四面八方涌现出来 其中一些端住银盘 里面装住南瓜汁 黄油啤酒和火焰威士忌 另一些则摇摇晃晃地摆住成堆的馅饼和三明治 我们应该去祝贺他们妙利点起脚尖 看住比尔和芙蓉在一群祝福者中消失的地方说道 我们稍后会有时间荣恩怂怂间 从路过的托盘里抓起三瓶奶油啤酒 递给哈利一瓶 妙利 警察抓紧 我们去抢张桌子 不在那里离穆里尔不远 荣恩带路穿过空荡荡的舞池 边走边左顾右盼 哈利却信他正在留意克鲁姆 当他们到达帐棚的另一边时 大部分桌子都已经坐满了 最空的是露纳独自作著的那张 我们一起去好吗 罗恩问 哦 是的 他高兴地说 爸爸刚刚去给比尔和芙蓉送礼物 这是什么 一生可用的古迪根 罗恩问 妙利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 却抓住了哈利 哈利的眼睛因疼痛而流泪 有一会儿末听清谈话内容 乐队开始演奏了 比尔和芙蓉首先走上舞池 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过了一会儿 魏斯里先生把德拉库尔太太领到了地板上 后面跟住魏斯里太太和芙蓉的父亲 我喜欢这首歌 露娜说 随住华尔兹般的曲调摇晃起来 几秒钟后 他站起来 滑到舞池上 在原地旋转 独自一人 闭住眼睛 挥舞住手臂 他很棒 不是吗 罗恩钦佩地说 总是物有所知 但他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维克多克鲁姆坐到了露娜的空位 妙丽看起来很高兴 很慌张 但这次克鲁姆默有来恭维他 他满脸怒容 问道 那个黄衣人是谁 那是谢诺菲刘斯洛夫古德 他是我们一个朋友的父亲 罗恩说 他好逗的语气表明 他们并不打算嘲笑谢诺菲刘斯 尽管这是明显的挑衅 来跳舞吧 他突然对妙力补充道 他看起来很惊讶 但也很高兴 然后站了起来 他们一起消失在舞池里 越来越多的人群中 啊 他们现在在一起了 克鲁姆问 一时心不在焉 呃 有点像 哈利说 你是谁 克鲁姆问 巴尼为斯里 他们握手了 你 巴尼 你认识洛夫古德维尔这个人吗 不 我今天才认识他 为什么 克鲁姆在酒杯上怒目而视 看住谢诺菲刘斯 谢诺菲刘斯正在舞池 另一边和鸡各树士聊天 因为 克鲁姆说 如果他不是芙蓉的客人 我会在此时此地与他决斗 因为他胸前挂住那个肮脏的标志 符号 哈利说道 同时也看向谢诺菲刘斯 胸前那只奇异的三角眼闪闪发光 为什么 他出什么问题了 格林德瓦 那是格林德瓦的标志 格林德沃 打败了邓不利多的黑巫师 却切地 克鲁姆的下巴肌肉就像在咀嚼一样活动 然后他说 格林德瓦杀了很多人 像我的祖父 当然 他在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贫穷过 他们说他害怕邓不利多 而且正确的是 看看他的结局如何 但这个 他用一根手指指诸谢诺菲刘斯 这是他的标志 我在冯斯认出了他 格林德瓦把他刻在德姆斯特朗的一个山谷里 当时他还是那里的学生 一些白痴把他复制到他们的书本和衣服上 想要震惊 让自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直到我们这些因格林德瓦而失去家人的人更好地教他们 克鲁姆威胁地敲响了指关节 怒视祝谢诺菲刘斯 哈利感到困惑 露娜的父亲似乎不太可能是黑魔法的支持者 帐篷里的其他人似乎也莫有认出这个三角形的符纹形状 你 呃 很确定这是格林德瓦的 我没有看错 克鲁姆冷冷地说 我已经走过那个标志好几年了 我很熟悉他 嗯 有可能 哈利说 谢诺菲刘斯其实并不知道这个符号的意思 洛夫古德一家非常不寻常 他很容易在某个地方捡到他 并认为这是皱角浮钱精或其他东西头部的横截面 投票的横断面 好吧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 但显然他和他的女儿去度假寻找他们 哈利觉得他在解释露娜和他父亲方面做得很糟糕 就是他 他只住仍在独自跳舞的露娜说 他会捂住手臂抱住头 就像有人试图赶走蚊子 他会这么做吗 克鲁姆问 可能是想除掉Rexpert哈利认出了这些症状 说 克鲁姆似乎不知道哈利是否在取笑他 他从长袍里抽出魔杖 威胁性的敲打住大腿 火花从最后飞出 格雷哥围棋哈利大声说道 克鲁姆吃了一惊 但哈利太兴奋了 无暇顾及 当他看到克鲁姆的魔杖时 他的记忆又回来了 奥利凡德在三强争霸赛之前拿起他并资细检查他 对他投票 克鲁姆疑惑的问 他是一个魔杖制造者 我知道 克鲁姆说 他做了你的魔杖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 回得起 克鲁姆看起来越来越可疑 你怎么知道格雷哥围棋做了我的面包 我 我想我在什么地方读过他 哈利说 在一本 一本粉丝杂志上 他疯狂的急性发挥 克鲁姆看起来很平静 我没有意识到我曾经与粉丝讨论过我的车 他说 所以 了 格雷哥围棋这些天在哪里 克鲁姆看起来很困惑 他几年前就退休了 我是最后购买格雷哥围棋货车的人之一 他们是最好的 当然 我知道你们英国人非常重视奥利凡德 哈利莫有回答 他假装像克鲁姆一样看住武者 但他正在认真思考 所以佛的魔正在寻找一位著名的魔杖制作者 而哈利不必费力寻找一个原因 肯定是因为哈利的魔杖那天晚上所做的事情 佛地魔才跨越天空追捕他 东青和凤凰羽毛魔杖征服了借来的魔杖 这是奥利凡德莫有预料到或理解的 格雷哥围棋会更清楚吗 他真的比奥利凡德更有技巧吗 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 克鲁姆回忆起哈利周围的环境说 克鲁姆只住刚加入露娜的金衣 他也是你的亲戚 是的 哈利突然恼怒的说 他正在和某人约会 极度行 大家伙 你不会想得罪他的 克鲁姆咕咙道 投票 他说住 喝钱了酒杯 再次站了起来 如果所有漂亮女孩都被带走了 作为一名国际魁的骑运动员还有意义吗 然后他大步走开 留下哈利从路过的服务员那里拿了一个三明治 然后绕过拥挤的武池边缘 他想找到荣恩 告诉他关于格雷哥围棋的事 但荣恩正在地板中央和妙丽跳舞 哈利靠在一根金色的柱子上 看住金衣 他正在和弗瑞德和乔治的朋友李乔丹跳舞 努力不让自己对他给荣恩的承诺感到不满 他以前从魏森加过婚礼 所以他无法判断巫师的庆祝活动与麻瓜的庆祝活动有何不同 尽管他很确定后者不会涉及婚礼蛋糕 上面有两只模型凤凰 当蛋糕被切开时 凤凰模型就会飞翔 或是无人支撑的在人群中漂浮的香槟瓶 夜幕降临 飞蛾开始在滑盖下飞来飞去 滑盖上漂浮住金色的灯笼 狂欢变得越来越不受控制 弗雷德和乔治早已和芙蓉的一对堂兄弟一起消失在黑暗中 查理 海格和一个带着紫色猪肉馅饼帽的矮胖巫师正在角落唱著英雄奥多 哈利在人群中徘徊 为了躲避荣恩醉酒的叔叔 他似乎不确定哈利是否是他的儿子 哈利发现了一个独自坐在桌子旁的老巫师 他那一头云朵般的白发让他看起来很像一个古老的蒲公英中 头上戴住一顶被虫柱的毡帽 他隐约有些眼熟 哈利脚尽脑汁 突然意识到这是爱菲亚斯多吉 凤凰社成员 也是邓不利多富文的作者 哈利走近他 我可以坐下吗 当然 当然 多吉说 他的声音相当高亢 气喘郁郁 哈利靠了过来 先生 多吉 我是哈利波特 多吉喘住气 我亲爱的孩子亚瑟告诉我你乔装打扮在这里 我很高兴 很荣幸多吉紧张的高兴起来 给哈利倒了一杯香槟 我想写信给你 他低声说 在邓不利多之后 震惊 而对于你 我确信 多吉的小眼睛突然充满了泪水 我看到了你为预言加日报写的复告 哈利说 我没想到你这魔了解邓不利多教授 和任何人一样 多吉参金 擦住眼睛说 当然 如果不算阿布福斯的话 我认识他的时间罪长 但不知何故 人们似乎从来没有算过阿布福斯 说到预言加日报 我不知道您是否看到了 多吉先生 哦 请叫我艾尔菲亚斯 亲爱的孩子 艾尔菲亚斯 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利塔斯基特对邓不利多的采访 多吉的脸上充满了愤怒之色 哦 是的 哈利 我看到了 那个女人 或者更准确的说 是秃鹰 积极地缠住我和他说话 我很羞愧的说 我便得相当粗鲁 称他为爱管闲事的尊于 正如你可能已经看到的那样 这导致了对我理智的诽谤 嗯 在那次采访中 哈利继续说道 利塔斯基特暗示邓不利多教授年轻时曾接触过黑魔法 一个字都不要相信多吉立刻说 别说话 哈利不要让任何事情玷污你对阿布斯邓不利多的记忆 哈利看住多吉那张真诚而痛苦的脸 他的感觉不是放心 而是沮丧 都真的认为这很容易 哈利可以选择不相信吗 多吉难道不明白哈利需要确定 了解一切吗 也许多吉怀疑哈利的感受 因为他看起来很担心 然后急忙说道 哈利利塔斯基特是个可怕的 但他的话被一阵尖锐的笑声打断了 利塔斯基特 哦 我爱他 经常读他的书 哈利和多吉抬头看到穆里尔阿姨站在那里 帽子上的羽毛在舞动 他手里拿住一杯香槟 你知道 他写了一本关于邓不利多的书 你好 穆里尔 多吉说 是的 我们刚刚在讨论 你在那里把你的椅子给我 我107岁了另一个红发的 魏斯里表哥从座位上跳下来 看上去很惊慌 穆里尔阿姨 以惊人的力量把椅子转了过来 一屁股坐到了多吉和哈利之间 你好 巴里 或者无论你叫什么名字 他对哈利说 现在 埃尔菲亚斯 你对利塔斯基特说了什么 你知道他写了一本邓不利多传记吗 我迫不及待的想读它 我一定要记得在Flourish and Blots下定单多吉对此显得僵硬而严肃 但穆里尔阿姨喝钱了他的高脚杯 并用他瘦骨临巡的手指向路过的侍者敲了敲 要求更换 他又喝了一大口香槟 打了个宝格 然后说 莫必要看起来像一对毛绒青蛙 在他变得如此受人尊敬和受人尊敬之前 有一些关于阿布斯的非常有趣的谣言消息 不灵通的狙击多吉说住 脸色又变成了萝卜色 你会这么说 埃尔菲亚斯 穆里尔阿姨咯咯咯笑道 我注意到你是如何划过腹告上的粘性补丁的 我很抱歉你这么想 多吉说道 语气更加冷漠 我向你保证 我是发自内心地写的 哦 我们都知道你崇拜邓不利多 我敢说 即使他真的杀了他的亚炮妹妹 你仍然会认为他是圣人穆里尔总督喊道 一股与冰镇香槟无关的含义正悄悄地穿过哈利的胸口 你是什么意思 他问穆里尔 谁说他妹妹是亚炮 我已为他生病了 那么你想错了 不是吗 巴里穆里尔阿姨说道 他对自己所产生的效果看起来很高兴 无论如何 你怎么能指望知道这件事呢 这一切都发生在你被想到之前很多年 亲爱的 而事实是 我们这些当时还活住的人从来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迫不及待想知道斯基特发觉了什么邓不利多让他的妹妹安静了很长时间不真实总督喊喊喊的说 绝对不真实 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的妹妹是亚炮 哈利不假思考的说 他到底为什么要告诉你 穆里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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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我们一半人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直到他们把棺材抬出家门 为他举行葬礼 当阿利亚娜被锁在地窖里时 神圣的阿布斯在哪里 再或格华兹表现出色 别管自己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锁在地窖里是什么意思 哈利问 这是什么 多吉看起来很可怜 穆利尔阿姨再次咯咯地笑起来 回答了哈利 邓不利多的母亲是个可怕的女人 简直太可怕了 麻瓜出身 虽然我听说她假装不是 她从来没有假装过任何类似的事情 肯德拉是个好女人 骄傲又霸道 是那众会羞于制造亚炮的女巫 阿利亚娜不是亚炮总督妻 喘吁吁地说 所以你说 埃尔菲亚斯 但是解释一下 为什么她从位上过货 格华兹穆利尔阿姨说 她转身面向哈利 在我们这个时代 亚炮经常被掩盖起来 尽管最极端的做法是 将一个小女孩囚禁在房子里 假装她不存在 我告诉你 事情不是这样的多吉说 但穆里尔阿姨继续说道 仍然对哈利说话 亚炮通常会被送到麻瓜学校 并被鼓励融入麻瓜社区 这比试图在魔法世界中为他们找到一席之地要友善得多 在那里他们必须永远是二等人 但肯德拉登不利多自然不会梦想让她的女儿去麻瓜学校 阿利亚娜很脆弱多吉绝望地说 她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差 不允许她 允许她离开家 穆里尔哥哥笑道 然而她从未被带到圣芒哥医院 也从未找换过治疗师来献她 真的 穆里尔 你怎么可能知道是否 供你参考 埃尔菲亚斯 我的表弟兰斯洛特当时是圣芒哥的一名治疗师 他极其保密地告诉我的家人 阿利亚娜从未在那里献过 兰斯洛特心想 一切都很可疑多吉看起来快要哭了 穆里尔阿姨似乎玩得很开心 打住响指更多的香槟 哈利麻木地想起德斯里一家 曾经把她关起来 锁起来 不让她看线 这一切都是为了作为一个巫师的罪行 邓不利多的妹妹是否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因为缺乏魔法而被监禁 当邓不利多去获格华兹 去证明自己的才华时 真的让她听天由命吗 现在 如果肯德拉默有先死 穆里尔继续说道 我会说是她杀死了阿利亚娜 你怎么能这样 穆里尔 总督呻吟道 一个母亲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想想你在说什么 如果这位母亲有能力连续多年间进她的女儿 为什么不呢 穆里尔阿姨怂怂肩 但正如我所说 这不合适 因为肯德拉在阿利亚娜之前就去世了 似乎没有人确定 哦 毫无疑问 亚利安娜谋杀了她 多其勇敢地蔑视道 为什么不 是的 阿利亚娜可能拼命追求自由 并在斗争中杀死了肯德拉 穆里尔阿姨若有所思地说 随便摇头吧 埃尔菲亚斯你参加了阿利亚娜的葬礼 不是吗 是的 我是多吉嘴唇颤抖地说 还有一个我不记得的更令人绝望的悲伤时刻 阿布斯心碎了 他的心病不是唯一的东西 阿布福斯不是在仪式进行到一半时打断了阿布斯的鼻子吗 如果说多吉之前看起来很惊恐的话 那么现在他的样子就不算什么了 穆里尔可能刺伤了他 他咯咯地笑了一声 又喝了一大口香槟 香槟顺住下巴流了下来 你怎么 总督斯雅地说 我妈妈对老巴西达巴沙特很友好 穆里尔阿姨高兴地说 当我在门口听时 巴蒂尔达向母亲描述了整件事 棺材编斗 根据巴西达的说法 阿布福斯大声喊道 阿布斯的死都是阿布斯的错 然后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根据巴西达的说法 阿布斯甚至没有为自己辩护 这本身就很奇怪 阿布斯本可以在双手被绑在背后的决斗中 摧毁阿布福斯 穆里尔又喝了更多的香槟 这些陈年丑闻的重述似乎让他感到高兴 但同时也让多吉感到恐惧 哈利不知道该想什么 该相信什么 他想要真相 但多其所做的只是坐在那里 有气无力地抱怨阿利亚娜生病了 哈利简直不敢相信 如果这种残忍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的房子里 邓不利多不会介入 但这个故事无疑有些奇怪 我还要告诉你一些别的事情 穆里尔说道 一边放下高脚杯 一边轻微地打嗝 我认为巴西达已经向利塔斯基特泄露了秘密 斯基特的采访中所有这些暗示都暗示了一位与邓不利多关系密切的重要消息来源 天知道他一直在阿利亚娜的生意中 这很合适 巴蒂尔达永远不会和利塔斯基特说话总督低声说 巴西达巴沙特 哈利说 魔法史的作者 这个名字印在哈利的一本教科书的封面上 尽管不可否认 这不是他读的最仔细的一本 是的 多吉说 像逆水者抓住救生带一样抓住哈利的问题 一位最有天赋的魔法历史学家 也是阿布斯的老朋友 我听说 这些天很热闹 穆里尔阿姨高兴地说 如果是这样 斯基特利用他就更不光彩了 多吉说 巴西达说的任何话都不能相信 哦 有很多方法可以唤起回忆 我相信利塔斯基特都知道这些 穆里尔阿姨说 但即使巴西达彻底疯了 我相信他仍然有旧照片 甚至可能是信件 他认识邓不利多一家很多年了 我想哥德里克山谷非常值得一游 一直喝了一口奶油啤酒的哈利被噎住了 哈利咳嗽住 多吉拍拍他的背 眼睛里流住泪水看住穆里尔阿姨 当他再次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后 他问道 巴蒂尔达巴沙特住在哥德里克山谷 哦 是的 他一直都在那里破西瓦尔入狱后 邓不利多一家搬到了那里 他是他们的邻居 邓不利多一家住在哥德里克山谷 是的 巴里 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穆里尔阿姨暴躁的说 哈利感到精疲力尽 空虚 六年来 邓不利多从未告诉哈利 他们曾在哥德里克山谷生活过 也失去亲人 为什么 莉莉和詹姆斯埋在邓不利多母亲和妹妹附近吗 邓不利多是否参观过他们的坟墓 或许还经过莉莉和詹姆斯的坟墓 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哈利 从来没有费心去说 为什么他如此重要 哈利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 但他觉得不告诉他 他们有这个地方和这些共同经历就等于说谎 他盯住前方 几乎没有注意到周围发生了什么 直到妙莉在他旁边拉了一把椅子才意识到妙莉已经从人群中出现了 我根本不能再跳舞了 他气喘郁郁的脱下一只鞋子 揉住脚底 罗恩去找更多的奶油啤酒了 有点奇怪 我刚刚看到维克托从露娜的父亲身边怒气冲冲的走开 看起来他们一直在吵架 他压低了声音 盯住他 哈利 你还好吗 哈利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但这并不重要 就在这时 有一个巨大的银色东西从舞池上方的天棚落下 山猫 优雅而闪闪发光 轻轻落在惊讶的舞者中间 人们转过头来 离他最近的人却在舞蹈中僵住了 然后守护神章开嘴 用金斯莱沙克尔那样响亮 低沉 缓慢的声音说话 该部已经垮台了 斯克林劫死了 他们来了